距離517禁載活情令上路只剩下不到10天 農委會今天表示全國有1000多家攤商 他們已經房市了一半 大約是500多家 不過只有70家願意配合政策賣電載機 其中大部分的業者說這實施太衝促 希望能有緩衝期 這邊挑挑 那邊選選民眾到市場買雞肉 不少人還是想買現載的活跳跳機支 禁載令再過不到10天就要上路 不過全國共有1051攤現載活情攤位 農委會近日訪市了512攤 卻只有70家願意配合轉賣電載機 比例只有一成三 讓人不禁想問 禁載活情的政策真的推動得了嗎 但是他們說又要新申請這種麻煩 我繼續殺到16號 那17號呢 我有10萬塊可以 我想再殺雞的人 他們的邏輯跟我們可能不大言 因為他們覺得說好像申請都麻煩 農委會澄清 多數攤商都是等到最後一天 才會改賣電載機 但除了這個原因 還有呢 你要我們臨時去找冰棍 然後請人家趕工作的話 然後要我們停止休業 然後再做一些規劃 這樣對我們來講實在時間太趕了 沒有 我沒有 我不會去想 因為現在客人還是喜歡吃現在的 業者相當無奈 但也願意配合政策 就希望政府能再給一點緩衝期 讓他們能有時間好好準備 郵件TV5號吳登麗 台北報導 郵件TV5號吳登麗 台北報導 郵件TV5號吳登麗